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决定 自2022年5月1日起 正式启用小汤山方舱医院 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未雨绸缪 防患未然 提前启动小汤山方舱医院改造和新病区建设工程 小汤山方舱医院 以单栋楼每栋三层为一个隔离单元 共9个隔离单元 1200张床位 市卫生健康委和市医管中心科学研判 通盘考量 成立了由北京幼安医院为主体的小汤山方舱医院医疗管理团队 目前已启用第一隔离单元 共40名医务人员进入隔离区开展工作 其中医生8名 护士30名 感控专员2名 收治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型病例 12名 下一步 小汤山方舱医院将根据疫情的发展形式 有序分布启用 其余隔离单元 视情况 陆续从19家市署医院抽调精锐力量 参与方舱医院 诊疗救治工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